所以我的希望就在下一代 下一代要睁开 要真正听话 要真正有决心 一门深处 常识寻修 读书千遍 其一自荐 这两句 任何人都会成功 不认识子 年龄大了 超过四十岁不行了 来不及了 那走哪个路呢 走过路匠的路子 走修无事的路子 这一生虽然苦 来生上平上生 所以我们遇到 真念佛人 他什么都不懂 真的不认识子 你跟他接触 你看他满面笑容 没有一丝毫猜疑 真正是老实 慈悲 一天到晚 就是一句佛号 出一句佛号 问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跟他讲什么话 他都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也不知道他听见 没有听见 反正他就对你是 一句一句阿弥陀佛 这种人将来往生 通通都是上辈往生 不要小看他 那一般人都嫌弃他 那是真正的菩萨 如果道场碰到有这几个人 要真正恭敬他 那是道场之福 谁在护持保佑道场 就是那几个人 千万不可以亲满 我们是在向福 他是在修福 他修的福是我们来想 他不想 必须要看清楚 看明白 感谢观看